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编冬 那昨天我们在跟大家分享韩服资讯的时候 在他们六周年改版,推出了一张叫做Sunrise的这个叫做计票 那这个计票大家都知道嘛,计票通常就是跟我们的改版 就是新职业也好,或者是就职业调整,都是非常有相关的 那既然是提到这个Sunrise,大家想到的就是太阳吧 毕竟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日出 那想到日出,在天堂爱里面跟日出有关系的职业大概就两个 第一个是暗黑骑士,我们昨天有提到 暗黑骑士它的名称就是,它是叫做日食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跟太阳有关系 第二个就是神圣剑士啦 那神圣剑士它的故事线来说,它是跟这个殷海撒有相关 那殷海撒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光明 那除此之外呢,当初神圣剑士在改版的时候 它的改版名称叫做The Shining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阳光跟光线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一次的改版,这个叫Sunrise 可以说是跟这个神圣剑士也是有直接的故事线的关系 那当然,从这个计票里面的最后一天的这个道具来看 是最清楚的啊 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最后一天它拿的这个宝箱呢 叫做艾依尔的神圣宝藏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基本上就是神圣剑士啦 艾依尔女武神的这个推出就是在神圣剑士版本 包括这个变身以及娃娃都是在那个时期的 所以这一次的版本呢,八九不离十 就是神圣剑士的这个改版 至于这个改版内容会是怎么样呢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会不会神圣剑士也能跟雷神 拥有同样的这个打怪效率 然后呢,同时又可以身兼那么强的这个坦度 就让大家一起来看吧 那后续如果有什么情报的话 我们会再跟大家持续来分享 那后续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及心得 所以记得帮我们订阅点赞 关注我们频道 那么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